学龙慈激分会举办 苏宴树大院 为吉隆坡慈激国际学校 筹募建校基金 因为政府的政策关系 有开放国际学校 我们就用国际学校的这个名义 来申请办教育 但是可能外面人不了解 会以为国际学校 就是一种要盈利的学校 我说我们是NGO 我们没有要赚钱 孩子的学习殿堂 广要大众一起成就 也希望透过宴会 传达慈激办校理念 我看学校是非常的多 但是以实际这种做法 以爱心的出发点 以教育它的那个主人代事的 为基本 我想这种教育方式 在马来西亚目前还没有 所以我个人非常赞同 也非常愿意的 去一起来共享圣局 实际的教育很好 就是从幼儿小学中学 这样子教去 到以后他出来社会工作 他的品行 他的道德就不一样了 我觉得圣教还是很重要 可以的话就尽量跟他们多多培养 你没有放弃我 还把我带来慈激 这样多年里面我做好了 良好的学习环境 改变孩子的态度 真人真实分享 感动在场嘉宾 为筹建学校献利 慈激全人教育 广要社会大众一起参与 为孩子打造良好学习环境 带来新闻真山美志工 马来西亚众好报道 这精神的都有 是新闻的工作室 在土野的工作室 我所做的工作室 就不开心 是4公元的工作室 谢谢大家